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假如他知道竹记在这近一年时间内的扩张 以及在城市里新建了几栋酒楼茶馆的名字 想必心中的疑惑就会一早而空 近一年的时间里竹记一共新开了三家店 第一家明月楼眼下已经成为江宁最大的酒楼及娱乐场所之一 提供酒菜 表演 还会时不时举办各种活动 每晚都十分热闹 第二家则是名为清院的茶馆 由一个个风格各异的院落或包厢走成 一些卖艺不卖身的女子在此弹唱 氛围十分雅致 那是文人默克举办文学的热门场所 至于第三家便是一栏居 风格介于两者之间 不算十分热闹 但也有私主之声 偶尔也会有人说书 氛围类似于后世的西餐厅 有几分小资情调 是个不错的聚会场所 三家店其实都蜕变自宁义以往的想法 风格各异 但其实背后都依托于康贤的支持 成国公主府在江宁一向不在明面上活动 但实际上是一个潜伏在水下的庞然大物 关系盘根错节 康贤发出一个指示 便通过珠网般的渠道传达下去 到那些豪商巨股 给竹记捧场的时候 这些人恐怕都不知道 指示是出自这位驸马爷的 有些事情 其实宁义在离开江宁前就已经不止了 联系一些卖艺不卖身的青楼女子 到竹记献艺 也买下了一些年纪不大的男孩女孩 训练她们说书 杂耍或弹唱 年纪大一点的就在店里帮工 为了这些事情 宁义曾经在康贤那边拿过一笔钱 说是先前那本赈灾册子的版权费 倒是拿得理直气壮 不过云竹觉得这是借 最近几个月的时间里 又再一点一点地把钱还给康贤 康贤是不肯要的 但云竹的性子执拗 觉得康贤一直在为自己打听宁义的消息 自己怎么能欠着他的钱呢 到最后 康贤也只好收下 暗地里则将竹记明月楼 与青苑的名气捧了起来 大小燕饮去明月楼 诗会文会则安排在青苑 这一年元夕立川书宴的诗会 便在他的运作下在青苑举办 青苑的名气一炮打响 年后开业的一篮居 便不再需要他的刻意推广了 一路抵达公主府 找到正在陪家人看戏的康贤后 这位驸马爷首先谈起的 是最近这段时间逐迹的发展 宁毅在杭州经历的一切 康贤基本上是清楚的 此时就不必拿这些来寒暄了 有一件事倒是很有意思 青苑前厅挂了很多诗词 你的几首词放在最前头 芸汐立川书院开诗会的时候 一首青玉碗摆在那里 竟没有多少人敢写词 此后这事便一直为人津津乐道 与长公主周勋打过了招呼 宁毅随着康贤朝后方花园走去 听他这样说 宁毅倒是笑着摇了摇头 这个过分了吧 没有 康贤摆了摆手 你家的云竹姑娘固然常在人前称赞你 但当时我也在想 不知道为什么呀 大家总是说起你这青玉碗 那天晚上写芸汐词的人真的少了很多 有人说你已极尽此宫之华美 其意尽疏 人间此少啊 倒是你在杭州那几少 竟能一番先前的磅礴大气 宛约至极点 要是让这些人知道 恐怕就真的 要说你是事先辞胜了 宁毅皱了皱眉 杭州那几少 便是那长济西庭日暮 沉醉不知归路 性尽挽回舟 误入藕花深处 短短一曲如梦令 令人感觉如在眼前呢 这种词你也能写出来 康贤毕竟是个文人 虽然与秦四园一样 更注重物识 但如学传人 哪有不好诗词的 宁毅笑了笑 那又不是我写的 骗骗骗人倒还行 老夫面前 你就别装了 三山半落青山外 二水中分白鹿州 这两句 早信你便在我与秦四园 面前写过了 当时只是残句 此次在杭州 你倒是将它补齐了 凤凰台上凤凰游 凤去台空将自流 无公花草 买并净 净带衣冠 成谷秋 三山半落青天外 二水中分白鹿州 总为浮云 能避日 长安不见 是人愁啊 唉 康贤念了出来 说到最后 终于不免叹了口气 摇了摇头 当初 若有人这样跟我说 我也不会信 但是此精巧 到你这里 确实是已经写尽了 指着最后一句 露了你的马脚 总为浮云 能避日 长安不见 是人愁 你写诗诗 仿的是唐室风貌 而那首如梦令 则是规格女子的笔注 老实说 要说全是随手为之 我是不信的 可诗词已到 与你而言 恐怕已不是为了什么 永恶寂情 而只是 我也不知道 该怎么说了 是夸你好呢 还是该骂你几句 总之啊 有你这样的人 我等是再也不用 写诗词了 今后 也不知是让你 多写一首 还是干脆叫你 别再写算了 老人一开始 只是感叹 但越说越是气闷 宁义自然听懂了 他的意思 康贤以为 这些诗词 都是他自己写的 而一般人 吟诗写词 必然有着自己的风格 宁义之前的几首诗词 洒脱大气 但给刘西瓜写诗时 却只是胡闹 豪迈如侠客行 宛约如生生慢 都随手扔了出去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 落在康贤眼里 却在他的心中 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能够如此得心应手地写出 几种风格截然不同的诗词 只能证明 作者已经远远超出了 这些作品的层次 足以将文字玩弄得出神入化 只要需要 他就可以将自己 带入唐使的风貌 写出《灯精灵凤凰台》 这样的诗作 又或者是 带入其他情景 写出侠客行 如梦令 这样风格迥异的作品 如果只是口说无凭 自然让人难以置信 但世界上 本就有许多 超越常人认知的天才 犹如后世的一些数学家 他们的天才 是因为数字在他们眼中 是有生命的 这根本就超出了一般人的理解 这样的人在哪个时代都会有 康贤未必就没有见过类似的人 在他能够确定这些诗词 是宁义所作 排除了所有其他的可能性之后 他就只能得出宁义 是这种鬼才的结论了 在他看来 宁义对于诗词 并无敬畏之心 而诗词在他手上 就像是泥巴一样 可以随意搓圆捏饼 这对于孜孜不倦 钻研了一辈子 诗词的文人来说 自然是非常让人沮丧的 看到康贤的反应 宁义也不由地哑然失笑 过得好一阵 康贤才说道 这些狮子 你挂在那些反在头上也好 王后有没有机会替你证明 估计你都是无所谓了 不过 你若决定上京 在此之前 我有一件事要问你 原本倒可以过几日再聊的 但实在是 已经想得太久了 此时两人已经走到了 后方园林中央的一处亭子里 四下无人 康贤的神色严肃起来 宁义便也皱了皱眉 什么事 你在霸道营中 做的那些事情 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 你到底想干什么 当时是用来蛊惑人心的 真的 老人问了一句 目光灼灼地盯了过来 但宁义的眼神没有什么波动 片刻之后 才微微笑了笑 再往前走就犯了机会了 我知道 你也不是第一个 问我这件事的人了 哼 宁义笑着 不过你也知道 一百几十年内 这些想法一点用都没有 顶多用来蛊惑一下那些想法 太过理想化的人 明公在意这个 说明你也是理想之人啊 老人肃然的目光 微微晃了晃 随后才舒了一口气 这个我自然知道 一百几十年内 这些想法都是无用的 但你 到底想了些什么 宁义想了想 那 我们不说如雪 只能说点大而化之的 你一想不说如雪 我也不是听不懂话的人 只要讲道理能说清楚 就随你吧 从古至今 每一次皇朝的更替 一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 从他建立之初 其实就已经决定了 灯火照射进来 在亭子外的水石中 映出点点波光 远处隐约传来唱戏的声音 气氛一片祥和 但宁义知道 眼前的老人 今夜并不只是欢迎他回来 他是这个年代 最聪明的一批人的代表 这些东西糊弄不了他们 自己在八刀营中写的 说的一些东西 他们未必不会看出 其中危险的端倪 或许康贤现在 还没有完全想通 其中的关窍 未必会将自己 当初的这些举动 看得太过严重 但今夜应对时 若真的掉以轻心 眼前这个笑容 慈和的老人 也是有着将这里 变为鸿门宴的能力 以及破例的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坠序》第312章下 《坠序》第3章下